同学们好,欢迎来到2020管院人节创新创业大赛经验分享会 我是本次分享会的主持人 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大潮之下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也蓬勃发展 近期也正是各大比赛号角吹响之时 那么,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有怎样的意义? 学校在这方面又有哪些政策支持呢? 我们又该如何为之准备呢? 针对同学们的疑问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和同学们为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对同学们有所启发和帮助 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创业孵化部的副主任 创新创业学院的老师胡斌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校内的创业政策 有请胡老师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的胡斌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复旦大学为大家提供的一些创新创业方面的政策 我想目前为止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停摆了一下 但是我们的创新创业的思维 我们创新创业的意识 我想这是不能停摆的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和我的团队 郑璐老师以及慕婷老师 都是来自于复旦大学资产经营公司 我们这个部门主要是承担了管理学校经营性资产 以及促进我们大学生创业 促化科技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所在 所以整个的复旦大学的一些创新创业的政策 是我们比较了解的 是比较清楚的 接下来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来进行创业 我想作为创业者来说 当你们有了一定的合适的项目 然后有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之后 然后具有一定的市场 那这个时候我们复旦大学 就为大家提供一定的资金 然后一定的场所 然后帮助大家从零到一 从无到有 然后进行到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过程 目前我们整个复旦大学 具有两大类的创业资金的支持 一方面是我们校内的 主要是针对我们校友 以及在校学生的一个苗圃计划 主要是分为三个基金 一个是我们云峰创业基金 一个是云峰大健康的专项基金 还有就是泛海基金 另外一类是我们复旦大学 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建立的 这样一个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它主要是以债权资助模式进行资助的 也就是说比方说你申请成功之后 然后获得了30万元的资金的资助 但是这个资助到你 我们是不占你的股份的 也不分你的红的 但是你在三年之内 需要定期然后定额 把这个款项是要还回来的 然后这个苗圃计划内的 就校内的资金的资助 是属于无偿资助的 是这样一个区分 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云峰基金 云峰基金是由我们的校友 云峰和马云就是捐赠的 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基金 它主要是云峰创业基金 是由1000万元分成10年的资助 主要是资助我们复旦大学的 在校学生以及校友进行创新创业 然后我们这个云峰大健康的基金 它总额有800万的 这样一个资金的资助 也是分10年资助 它这个资助的这个范畴会比较广 它主要就是在校生也可以 然后校友也可以 它没有这个年额的进行限制 云峰基金呢 在下半年的时候 主要是我们这个云峰大健康进行申请 然后上半年呢 是我们云峰创业基金进行申请 这两个基金呢 都是属于无偿资助的 云峰大健康主要是专注于这个大健康类的 这样一个专项基金 当然啦 大家也不要被这个大健康三个字所限制住了 其实从我们以前的这个申请范围来看呢 其实这个大健康是非常的广泛的 比方说美容类的 也是属于我们大健康范畴的 然后我们之前的有基因检测类的 我们也是包含在内的 然后包括这个健身类的 我们也是包含在内的 所以其实只要和这个大健康的这个概念 稍微有点关系 我们都可以统筹称之为大健康 来进行我们这个基金的这样一个申请 从2015年一直到2019年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五期的这样一个资助 它主要是分为 当然是根据这个创业项目的成熟度 然后一个一个项目的 一个一个导师的一个认定度来进行评审 主要分为这个种子类和创业类 当然种子类顾名思义 它是比较初级阶段的 创业类呢相对会比较成熟 然后它的这个资助的金额也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云峰创业基金呢 就是这个学期我们具有这个申请的 这个开放申请的窗口 它主要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 自主技术成果进行创办企业的 所以它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成熟度 要求会比较高 最高它是达到了不超过15万元的 这样一个无偿的资金的资助 迄今为止呢也已经举办了三期 如果大家有意向进行申请的话呢 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进行这个申请表的下载 泛海基金呢也是我们的校友 进行的这样一个捐赠 它主要是分为了这个层级会更多一点 主要是探索 然后一个种子 一个创业 当然探索类的就是会相对的会比较 层级会比较低一点 哪怕你仅仅有一个小小的idea 不成熟的 哪怕你或者是你团队成员 目前只有你一个人的 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业点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业想法 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泛海基金 它主要是年度的资助额度呢 最高是不超过1万元的 当然最高等级的仍然是我们的创业 创业资金也是15万元 云峰创业基金和我们的泛海基金 都是无偿的免费的资助的 泛海基金呢 目前为止也是从2018年到2019年 也是已经是申请了三期了 当然了 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个泛海基金是稍微暂停一下 接下来呢 我想为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复旦分基金会 就像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 我们这个基金呢是成立的比较早一点 2005年当时就已经成立了 是我们复旦大学和上海市 合作成立的这样一个天使类的一个基金 所以说其实我们复旦大学 在这个创新创业之路上呢 是前行者和开拓者 是确实是当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前瞻到了这样一个愿景 然后已经把这一步已经夸得牢牢的 也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扎实 它的整个资金的主要的资助模式 就是债权模式 从2019年开始呢 就是把这个资助的力度也是加大到50万元 它主要是针对了我们这个在校的大四学生 研究生以及毕业八年以内的 所有的高校毕业生 也包括我们的MBA学生和EMBA学生 所以说它其实针对了整个人的范畴 是非常广泛的 有些学生说我有可能现在只有点想法 然后我工作几年 积攒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呢 我再来申请 这是可以的 非常欢迎 然后呢 比如说有些人是我们的管理学院的EMBA的毕业生 然后毕业八年以内 也是可以来申请的 所以它其实整个范畴是非常广泛的 然后今年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它特地的把这个条件放宽到 这个注册公司五年之内了 所以 然后呢 它这个资助的力度是五十万元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五十万元 是相当于是免息贷款 然后不分你的红 然后也没有利息 这样资助给你们 当然从那个获得贷款之日期的第二个月开始 在三年以内 我们要定期定额的 把这个资助的这个资金要还回来 那当然有些学生就说了 他说啊 如果好像因为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云峰大健康基金和云峰创业基金 都是包括泛海 都是免费的 你这个大创基金好像诱惑力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事实上 以我们之前的这个申请的评审的经验 我可以告诉大家 真正是想在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道路上 走得非常踏实 然后真正是想创业的人 他其实是非常渴望获得我们这个大创基金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这个成立的时间非常早 2005年就开始成立了 然后又是和上海市合作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 这社会的认可度上面是 被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有些公司 他情愿 有些学生找到我说 他说胡老师 你们少量给我们 这个一点这个资金的资助 其实我的资金缺口不是那么的大 我对资金这个这个支持的力度 可怕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只要给我一点的 这样一个资金力度的支持就可以了 但是我是希望获得 我们这个大创基金的这样一个背书 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会比较高 而且其实对我们这个学生留户 在政策上也是有一定的加分优惠的 所以就是两大类的基金 它是有不同的优势的 当然了 我们的大创基金肯定是 更注重于相对比较成熟的 这样一个公司 然后呢 然后像范海呢 它和那个云峰创业基金呢 包括我们的大健康基金呢 其实是更针对于初期的那些创业企业 这是我们申请我们大创基金的 这样一个途径 它主要是分为我们的这个资料审核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进行到初审面试 如果在通过之后 我们将会把这些通过初审面试的项目 上报到我们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会 然后大创基金就会在专家库当中 进行专家的这个筛选 然后把这个创业项目集中起来 进行专家评审 其实这个对我们这个创业团队来说 也是审视自己 看看是否能够适应社会 适应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专家都是 具有相当丰富的投资经验的 然后具有相当丰富的这个市场经验 这些专家 然后他在这个复审的这个评审过程当中 会出其不意的给大家 我们有的时候 作为老师都会看到 就是一些思路拓展啊 一些头脑风暴啊 就是会给我们的创业团队 给出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 非常非常去量 量好的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进行到这样一个申请评室 从我们2005年2006年设立 然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呢 2020年我们已经差不多有14-15年的 这样一个历史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大学生创业资金 也是涌现出了相当多的一些优秀企业 目前为止已经有三家的企业 在新300已经上市了 然后呢 我们今年呢 2019年有两家公司呢 在这个全球创业周当中呢 获得这个具有卓越创业企业代表的 这样一个厨英奖的一个表彰 今天呢 也是我们邀请到了这个 以建科技的这个罗芬团队 就是也是申请到我们这个基金 然后接下来他会为大家分享 他的这个申请的 包括他参赛的一些经验等等的 然后呢 我们还有涌现出我们这个爱回收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他是我们2011届的这个计算机学院的毕业生 当时他也是申请到了 我们这个大创基金 其实我们最初给他这个资金 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10万块钱 但是呢 他经过这么些年的这个发展 这个势头是越来越好 他主要是进行了这个手机的回收 然后去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获得了PERSI的这样一个资助 然后获得了上亿美金的这样的风投 这个是发展市头非常的厉害 然后这个富想呢 是脱胎于我们这个复旦大学物理系的 这样一个项目 他主要是从实验室出来的这样一个学生 然后当时因为发现我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些 实验啊然后材料等等都是国外进口的 然后呢价格都偏高 所以他就萌发了就是要自己做这个材料 包括自己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念头 然后当时和他的这个实验室的老师合作 包括和他的师兄弟合作 然后成立了这个公司 目前为止呢也是发展的非常好 在这个这个新三版上已经上市了 所以说其实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发展 我们这是当然是比较早的了 近两年也是涌现出了一些相当多的 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 所以说我们复旦大学 其实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都是相当的高 然后呢他文科生也有 理科生也有 当然出于对创业的这个优势上来说 理科生他有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团队项目 他有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呢文科生其实在他的模式创新上 如果有所突破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的看重的 而且其实在整个团队当中 都是需要文科生和理科生的一个 有效的合作 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好的 更有前景的这样一个创业团队 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的一个基金申请的 一个评审的截止日期 这个学期呢主要是开放了这个云峰创业基金 以及我们这个复旦大学分基金的这样一个基金评审 它的资料的这个申请截止日呢 都是4月30号 然后这个初审答变呢 都是5月中旬 复审答变呢 基本云峰创业基金 暂定是5月下旬 然后复旦大学分基金呢 现在暂定的是6月份 我们到时候呢 会和我们的这个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协商复审时间之后 再通知到大家的 如果大家希望来申请到我们基金的话 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当然了 我刚刚介绍了我们这个复旦大学 为我们的创业者提供的一些基金的支持之外呢 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创业学生提供一些创业服务 然后搭建一些创业平台 然后呢 提供一些创业培训 为此呢 我们复旦大学在2015年的时候呢 就成立了我们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它主要呢 就是说联合了我们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之内 与这个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些职能部处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交处 比方说我们的团委 还有我们的这个科研院 就是以前的科技处 这样呢 就是大家统筹在一起 形成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 这样一个上下游的链条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交处 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 创新创业的课程体系 而我们的这个团委 可以呢 组织大家 然后参加或者说举办一些 创新创业的赛事活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科技处 利用他们的这个职能优势呢 可以引导我们学生加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我们资产基金公司呢 因为具有一些区域合作的经验 所以就可以探索一些区校联动的 这样一些活动 包括然后我们创新创业学院呢 还为大家提供到了一些海外交流的 这样一些合作的活动 当然我们这个基金呢 也是为大家提供到了一些天使的资金扶持 这样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校内的职能部署的合作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创新创业这个链条都打通 然后把我们的师生 以及到我们这个跨入这个市场 然后和企业和校友合作 整个链条都打通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当时成立的这样一个初衷 目前呢 我们刚刚提 所说的提供到了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之后呢 我们还 在我们的复旦大学校内四号楼 被大家搭建到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 约有40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 针对我们在校生的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这样一个空间 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5批62个项目 从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学院浮化出去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有7位兼职的老师 然后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根据 每一次的培训 每一次的活动 然后邀请到我们不同的专家 不同的校友 然后来为大家进行到一些培训也好 然后一些沟通也好 当然了 因为我们这个校内的空间是有限的 就是我们这个四号楼一转楼 然后它的这个孵化期呢 也仅仅只有一年 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创业团队成熟之后 也就是孵化出去之后呢 我们会对创业团队进行一定的评估 然后进行择优 推选到我们 与我们复旦大学相关的一些 科技园区 一些创业中心 然后 由我们推荐过去的 可以获得 在一定期限之内的 一定的免费的场地 所以我想 这也是给我们创业期间来说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的力度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上海的这个 场地的租赁费 包括办公的租赁费有多贵 所以我想这也是 缓解了大家的一定的资金的紧张程度 有了刚刚介绍的资金的支持 有了这个物理空间的支持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学院 然后又为大家搭建了好多的一些活动平台 然后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可以获得 比如说我们通过 我们的这个寻找合伙人的 这样一个创业沙龙 寻找到我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寻找到我们的团队成员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举办的 这个团委为主的 这个互联网家的 这个创新创业大赛上呢 我们可以展现自己的项目 然后再 比如说我们走进我们的院系 然后为大家进行政策的宣讲等等 包括之前 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合作 然后为大家这个创业 这个举办的这个 护岗的创业企业训练营 这样一些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从 创新创业团队 从这些活动平台 然后赛事当中呢 都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磨练 然后也其实 不瞒大家说 有些人在这些活动和平台当中 也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们之前就有 那个管院的学生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呢 然后找到了 我们生科院的学生 然后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奇思妙想 然后 开拓到了另外一个 更新的一个领域 然后合作了一个新的项目 这是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些活动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郑璐老师和慕婷老师 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些 着重的一些介绍 我在这里呢 就不依序那个赘述了 我们呢 也是 作为我们的老师来说呢 也会筛选出一定的创业项目 然后 真正想创业的人 团队 然后 为他们去申请到上海市的 或者阳谱区的一些 创业政策的一些扶持 一些补贴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想 这些都是为我们的一些 创业团队和学生 提供的非常有力的 然后非常实惠的一些资助 接下来我想总结一下 当我们创业团队 创业团队自己本身有了 这个项目之后呢 然后他有了自己团队人员 然后就有一定的市场前瞻之后呢 我们学校为大家提供 初始的创业基金 然后引入一些创业政策 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 专业的创业导师 为大家进行 就是辅导 然后再引入我们成功的一些校友 为大家分享经验 那我想有了这些各方面的支持之后呢 我们的创业团队 就可以开始进入真正的一些复华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有这个创业意识的一些学生 然后有一些创业项目的学生 然后能够多多的进入到 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学院来 然后呢我也希望在今后的一些活动平台当中 在一些活动赛事当中 然后包括在我们四号楼当中 也可以看到大家 当然不光是针对 就是要想要创业的 就是哪怕你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创业的idea 你可以来找我们分享 我们特别欢迎大家 然后可以到我们四号楼来找到我们 然后大家也可以用电话邮箱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够成为 我们每一位创业者的引路人和百度人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胡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有请 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创业孵化部 创新创业学院的郑璐老师 为我们介绍互联网家典型案例 以及注意事项 欢迎郑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看得到吗 我那个刚刚胡老师就是分享了 我们校内的一些创新创业的一些政策 那我也是资产经营公司创业孵化部 然后创新创业学院的郑璐 那我跟胡老师是同事 接下来的话 我刚刚看同学有说一些案例的分析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根据我们一些基金的资助 包括这几年的一些互联网家 进行一个案例的分析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大赛的一个情况 互联网家大赛 那大赛的话 主要就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刚刚主持人也说了 2015年从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以后呢 我们主要就是结合高校的一些 教育综合改革 激发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创造力 那还有我们就是鼓励 广大青年扎根 中国大地 了解国情民情 然后在特别是在第三届 互联网家的时候 我们的习近平总理也提出了 就是也回复了 在红色之旅的活动中 也有了回信 在艰苦奋斗中 锤炼意志品质 把激昂的青春梦 融入到伟大的中国梦当中 那同时呢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我们也希望根据这个大赛 把创新创业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的结合 包括于一些专业教育等等 推动一个成果转化 和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带动 那综合下来 这个大赛的目的呢 就是一个是育人 第二个呢 就是推动经济的发展 和燃起我们国家的一个 创新创业的氛围 关于大赛的组织方的话 就是由教育部等等来组织的 这个是一个去年的一个组办情况 那项目的类型的话 大概有创意组 分为这几类 有创意组 创意组的话 主要是以创新为主 然后呢 有初创组和成长组 初创组的话 它其实是一定要成立公司 同学民调成立公司 然后呢 就是以落地比较市场化为主 还有就是一个红旅公益性的赛道 这个也是近几年来一个比较新的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化 那今年的那个互联网家的题目的话 就是特意就是改成了国际互联网家 创新创业大赛 那说明大就是这个大赛 对于国际化的一个重视程度 那具体的细则的话 就是今年的话 应该会四五月份左右会出来的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一个项目案例的来源 那大家可能会同学们会问 我们哪些项目就比较适合来参加现在的大赛 首先第一类的话就是学生自发创意的 自主创新类型的 就是比较体现我们80后90后的一些大学生的特色创业 比较有创新性 比如说我们入住在我们创业院的复旦的一件科技 那它是一个是从AR增强现实建筑来出发 应用到建筑领域 那接下来它今天也创始人罗芬呢 它也来到了我们的那个在线平台 接下来它会为我们分享 那还有就是跟大家比较熟悉 密切相关的学生生活的一些类型 比如说一些社交平台软件 第二届的那个寄军的offer 校园兼职等等 包括那个跟互联网家充分融合的 那包括我们第一届国际 国下的一个金奖项目 就是海分教育 那刚刚胡老师也提到了海分教育 它其实是2011年成立 然后呢就是拿到了我们大床基金的资助 当初的话 它是以线下的那个自主招生为主 因为它那个创始人 那个郑文成 他也是数学系的本科生 他当初是以自主招生进到了复旦 那所以对于自主招生的一系列的课程也好 案例也好 非常非常的那个心有体会 深有体会 所以建立一套一系列的课程 那到了2014年 海分教育呢进行了转型 它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进行了K12的在线的一对一的教育 那海分教育也发展的非常好 18年的时候 他们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60万 并且完成了C加伦的融资 所以呢在第一届的国赛的时候 我们也推荐他参加了互联网家的创新创业大赛 并且会获得了金奖 那这个是第一类型的那个项目的一个来源 第二的话就是学科的优势的一个结合 那也是我们比较推崇大家 就是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相结合 来申报我们的那个互联网家和我们的一些基金 那因为在那个特别是在评审 基金评审和互联网家的一些大赛当中 很多评委都会问 你这个项目的优势是什么 那这个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如果能够很好的跟自己的学科相结合的话 其实是非常加分的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那个优势也好 对于自己的那个特长也好 是非常熟悉的 那主要的案例的话 就是有我们第四届的一个互联网家的一个金奖的一个项目 叫做VOC纳米传感传感器 那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最早的时候是一群信息学院的博士生创立的 同时呢 也和信息学院的传感器的技术有很好的结合 那这个团队拥有了核心的一个传感器的技术设备 所以在大赛中呢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也是拿到了我们云生创业的一个资助 那刘松波同学的话 他也是在这个团队当中 那接下来的话 他今天肯定也会为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还有一个案例的话 就是也是我们大床基金资助的一个早期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就是副响科技 它是当初是由我们的那个物理系的国师生英海伟 在实验室当中发现了一个 衍生出来的一个项目 那他当初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呢 他发现普通的一个仪器呢 无法直接测量 或者获得到一些信息 那国外的一些仪器呢 价格又非常的贵 那正好呢 他也是结合了自己的专业 手动制作出了一个光谱仪的仪器 应用到了市场当中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呢 他也是成立了公司 并且拿到了我们一个大床的基金 现在也是发展的非常好 2016年的时候已经新三板挂牌了 所以从这两个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大家那个在申报基金 或者互联网家的时候 要和我们的学科解密的结合 那第三点的话 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模式 也是近几年来 一些教育部和高校非常重视的 那主要的案例类型的话 就是比如说是 我们今年拿到 国下赢奖的一个 藏永宾同学的一个癌症精准治疗 那他也是 现在也是产业化了 并且入驻到了我们创新创业学院 拿到了云芬大健康的资助 接下来进一步的话 他应该是已经注册公司 进行一个产业化 那第二个案例的话 是我们第三届的 互联网家 上海市的一个金奖 也是我们 深科院毕业的一个校友 他同时也是拿到 我们云芬大健康基金 那他主要是做什么呢 他主要是做一个 垃圾处理器的一个项目 把那个湿垃圾 进行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降解 同时变成一个固体的 有机肥的一个肥料 那他这个项目的核心点呢 就是他的一个菌种 那这个菌种呢 其实也是来源于 我们深科院 深科院的一个实验室 的一个教授 他经过几十年的一个研发 终于就是 王一同学呢 就是我们这个创始人 他从深科院毕业回国以后 把它进行了一个产业化 那现在呢 也是这个垃圾处理器 也应用到了很多的场景 包括食堂啊 包括那个学校的一些食堂等等 所以这两个案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赛和我们基金的话 非常重视一个 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模式 那第四点的话 就是也是令 这两年大赛非常重视的 一个师生共创 就是老师有很多好的想法 就是和同学 和大家一起参与 因为老师其实有 非常丰富的资源 如果大家 同学能够参与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加分点 那我们典型的案例的话 就是我们 那个去年也是参加 我们比赛也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 同时也是我们泛海 创业基金 包括入住到 我们川学创业学院的 一个团队 叫做海语信息有限公司 那他这个团队的话 是由我们的 复旦工卫 计算机 软件学院等等 本科生研究生组建的一个团队 它是将大数据和互联网 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项目 那在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呢 这个团队呢 在口罩的分发和 上海市的统筹方面呢 也起到了非常 举足 举足身重的 那个作用 那这个项目的 其实背后呢 是老师的参与和指导 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所以这个项目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师生共创的项目 那还有一个 就是大手签小手的一个项目 就是已经毕业的校友 和在校的学生 如果能够更好的结合 那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项目的来源 那典型的案例的话 就是我们 已经毕业的 有一个做物联网的一个 创业公司 它和我们一个 本科生的信息学院的一个同学 有着很好的相结合 那校友 他其实是在市场方面 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 那在校的学生的话 就是参与的一些课题等等 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学科的前沿 那两者相结合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那第五点 是一个产教融合的一个 创新创业模式 那也是大赛历年来一个 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那我们一个典型案例就是 我们第三届的一个互联网家 国下的一个影响 它这个项目是跟医疗影像有关的 它创始人 严明是毕业于信息学院的一个本科生 还有一个就是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去年参加互联网家的一个 红旅的比赛 它是华师大的一个金奖项目 它主要是针对于 未成年人的一个 犯罪的一个心理的疏导 那这个项目也是比较有公益性的 所以 比如说有一些 不是很优势的一些学科 可以关注一下这一类的一些模式 包括设政学院的 心理学院的等等 那第七个的话 就是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一个模式 那也是大家也知道 中国近几年一带一路 带来的一些巨大的商机 包括和世界经济的一些融合 整合等等 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很多机会 那典型案例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 一个非洲电商平台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创始人叫毛斯 他是来自于那个莫桑比克 那他最初的一个接触到中国 是由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呢 他的叔叔给他讲了一带一路的故事 他的叔叔是 也是来中国经商的一个商人 那所以 这个种子呢 就是埋在他的内心 深深的埋在他的内心 所以他来到了中国读书 那在中国留学的过程中 他接触到了中国的那个 非洲电商平台 那同时 所以说有一个 蒙发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说 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家乡 甚至是非洲 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在2017年 他建立了莫桑比克的一个购物网站 并且结合了当地的一些资源 包括招聘啊等等 包括他2017年的时候 也拿这个项目来申请到了 我们的大创基金 入住到了我们专心创业学院 并且也拿到了我们的那个 泛海创业基金 现在的话 尽管那个团队走的比较艰难 但是呢 也一步一步往前走 并且也增加了很多的业务 包括 想要在非洲落地创业的中国人 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那毛斯的他的想法是 做非洲的马云 京东 他同时呢 来到中国以后呢 他也结交了中国的女朋友 然后也结婚了 并且现在也有了小孩 所以 他的那个收获多多 不仅仅是那个创业 那在中国也收获了他自己的幸福 那所以这一个的项目的话 就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刚刚就是分享了一些 就是个人学的总结了一下 就是几大案例 大家如果在申报基金和 那个互联网家的时候 也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考虑 那这两个是我们第四届互联网家 和第五届互联网家的一些典型案例 第四届我们是拿到了两金三银一同 金奖的话是刚刚也分享过的 一个VOC的纳米传感器 包括高分子系的一个 千里电池的一个产业化的应用 还有就是医学院的一个 新型凝学的一个药的 那个产业化的一个拓展 那这三个其实是比较创新的 创新类的项目 那最后一个是 以土壤和地下水为特色的是 我记得是初创 初创组的一个项目 那他们的营业额也是非常的好 好像有几千万的一个营业额吧 所以也建议大家 如果报初创组和那个成长组的话 就是需要你的公司已经非常成熟 那第五届的话 我们的一些情况 两个营奖的话就是 包括刚刚分享过的 曹永斌同学的一个 那个癌症 癌症精准治疗药物 还有就是两个高分子同学的 一个那个锂电子的纤维和那个 丝创骨骼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 工研院的一个激光雷达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拿奖项的项目 其实对于学科的优势 是非常的 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具体的项目以及案例 那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参赏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呢 我觉得参赏过程中 刚刚讲的就是 学科的优势结合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 以及一些导师的资源 进行结合 如果你要来申请我们基金 和参加比赛的话 这个是加分点 那第二点的话 光光有了那个创新 但是呢 还是商业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包括互联网家也好 我们那个基金的评审也好 很多评委其实是非常重视 商业模式的落地 和市场化的落地 那他这个也是我们 互联网家大赛的一个 本意所在 希望更多的高效的一些 好的一些创业团队 能够产业化 能够落地 那第三 第三个建议的话 大家可以利用一些 学校的一些资源 包括刚刚胡老师也介绍 分享了一些创业基金 培训课程 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 这样的话 可以让你更好的 获得一手的创业资源 并且对你的创业项目 进行一个很好的打磨 那第四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团队的组建非常重要 那最好大家在组建团队的时候 选择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组织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一个好的创业项目 其实不单单是要有好的技术 那他也是需要以市场方面 包括财务方面等等 一系列的组织组成部分 所以在那个团队当中 不仅要有优秀的CEO 也要有CTO等等 所以大家在组建团队的时候 可以选择不同的学科 那说到这个的话 也有很多同学说到 刚刚分享的过程中 大家觉得一些 能够拿到奖的一些学科 都是一些理科性的团队 比如说高分子 信息学院 计算机学院等等 那文科的同学可能觉得 我们可以从哪方面入手呢 那这一点就是在团队当中的话 大家可以组建团队 文科的同学可以积极参加到一些 比如说一些理科的团队当中 去承担一些角色 比如说你们可以PPT的撰写啊 答辩啊 包括文稿的修改啊等等 所以一点小建议 也是给一些 不是学科优势 不是很明显的 同学的一些建议 那第五点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积极的 和已经参加比赛的一些 学长学姐进行的交流 那接下来的话 那个大家在线上的话 因为我们这次活动 也邀请了一些 前几年参加的一些优秀的团队 大家也可以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 包括是对PPT的不断的打磨和演练 那在参加大赛也好 参加我们基金评审的时候 PP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参加创业类比赛的PPT 和我们平时的课题的PPT 是有很大区别的 大家在写创业类PPT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就是 一定要项目的介绍 不要太过于繁杂 包括你的市场行业的背景调研等等 大家尽量以简单的一句话带过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需要讲清楚 你这个项目到底是做什么的 包括这个项目是 它的现状是怎么样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的学科优势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 你是怎么赚钱的 你是怎么盈利的 因为不仅仅是要有 你创新性也要有市场落地性 就是刚刚也是讲到的 还有就是你的团队也要需要 很好的介绍 还有一些财务啊 包括你的团队的 今后的一些预期的一些计划等等 所以在PPT的撰写过程中 大家也需要不断的打磨 那第六点就是 多听听投资人的意见 那在后续的比赛当中 我们创新创业学院也会邀请很多的那个投资人 创业导师给大家进行一个PPT的打磨 那大家可以多多参加这种活动 那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很好的平衡学业和比赛之间的时间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 来参加我们的一些大赛 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的那个注意事项 那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赛中能够获得什么 因为毕竟很多同学 可能不会真正的走到创业这条路 那也不会有很多团队 真正能够拿到 走到最后 包括上海市的金奖也好 国赛的金奖也好 毕竟也是放马灵脚的一些创业项目 那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大赛 来申请我们基金的初衷是什么呢 能够获得什么呢 首先一个我觉得是课堂之外的 宝贵的实践经历 因为大家如果要申请一个项目 其实在申请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不单单是课堂上面 课堂上面的一些书本上面的知识 那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线下的 结合市场的一个实践类的知识 你如果要申请一个项目 你肯定要考虑到 你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 你的创新点是什么样的 你是怎么要去盈利等等 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在申请项目 组建团队的过程中 获得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 一个企业家的精神 并且培养了一个就是第二点 创新的意识和提高了一个创业的能力 因为很多同学不会真正走到创业这条路 但是呢在你毕业以后走到一些大企业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企业都是在创新 包括一些企业都很多企业都在那个转型 那你不去真正的创业没关系 但是在企业当中呢 你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创始人 可以作为一个联合创始人 发挥你的一个培养 发挥你的一个创新精神 所以说第三点 对你今后的一个生涯发展 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的作用的 那还有就是第四点 就是在大赛和结交和申请我们基金的过程中 你可以结交非常好的一些 志同道合的一些小伙伴 并且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你们可以互帮互助 也对你们的人生发展 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那第五点的话 就是可以培养一个很好的一个 勇于承担 敢于拼搏 敢于冒险的一个精神 因为大家知道创业就需要去冒险 那最后就是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 分享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创新创业这条道路上面 能够一路向前 能够创造你们的梦想 并且分享你们的热情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刚刚胡老师也分享了那个 邮箱和电话号码和那个公众号 因为现在是一起期间 那大家可以就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发邮箱给我们 就是我们那个 创新创业学院 在上公司的老师 在第一时间都会给大家进行答应 谢谢大家 感谢郑老师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有请 负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创业孵化部 首先呢 我做一个小小的推广吧 就是我们创新创业学院 无论是这个 你是已经创业了呢 还是说你现在有这个创业愿望 或者说你其实不会创业 你只是对创新创业这个领域 有一定的兴趣的话 都没有关系 我们的对外交流活动 是非常的多层次 并且丰富的 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 我们对外交流活动呢 有几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 就是海外创新创业竞赛 这个创新创业竞赛中呢 我们参赛的团队呢 可以就是说在国际的环境下 用全英文的这个环境下来锻炼自己 给未来呢 自己的团队也好 给未来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也好 都能够带来 都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这个好处吧 并且呢 可以因为你到了这个海外的 国际竞争的环境呢 你可能会吸引到一些 国际投资人的关注 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张PPT上的两张 这个图片 一个 这两张图片都是这个 2018年底的时候 我们去这个 墨西哥参加这个 Tram Camp集团组织的一个 全球创新创业的一个总决赛 这个比赛 其实当时是有一千多个团队参加 线上线下呢 有很多的这个 团队参加 我们复旦大学的团队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团队 是由这个高分子系和管理学员团队 一起组团参加的 这个团队经过层层的筛选 最终我们是走到了最终的决赛 然后拿到了全球第二的好成绩 参加这个海外的竞赛呢 你可以和这个不同国家的 年轻的创业者进行交流 并且这个探讨这个跨国 跨地区的合作的机会 当然呢也可以就是说 可能不同国家的人 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灵感 然后参加国外的竞赛 和国内的竞赛 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你出国比赛之后呢 你可能就是你的眼界就更开阔了 然后国外的一些评委呀 一些投资人的一些问题呢 可能就是给你了更多的灵感 以至于你可以在这个 国内的竞赛中呢 获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这张PPT上左边这张图片 是去年为了庆祝这个 澳门回归20周年 举办的一个中国和普宇国家的 这个竞赛 这个竞赛呢 我们也是复旦派出团队参加 得到了这个影响的好成绩 右边的这个比赛呢 是中国和丹麦的一个 创新创业挑战赛 是由中国的大学和这个 丹麦的大学一起参赛 我们这个当时是管院非常厉害的 刘松波同学代表我们复旦去参战 最后摘得了金牌回来 非常优秀 第二个对外交流活动的这个类型呢 是海外的创新创业会展 目前创新创业学院每年都会选拔 一到两个团队去参加这个日内瓦发明展 日内瓦发明展创立于1973年 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它每年都会举办一届 这个展会主要针对的群体呢 就是说你的项目可能有一些专利 有一些高科技的含量 那么呢 你有因为你有这些高科技的含量 所以呢 你到了这个国外的这个展会 因为它是很多上百个国家地区都会来参加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展会上碰到你的上下游的客户 然后呢 如果你在里面获了奖的话 那对于你将来企业的这个融资推广产品的这个延伸等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PPT上的图片就是我们去年派了两支团队去日内瓦参加比赛 两个团队也都是很争气 都拿到了大会的赢奖 第三类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海外创新创业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呢 就是目前我们举办过的涉及的国家和地区 有英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还有菲律宾等等 创新创业训练营的主要的内容 一般都包括创新创业的课程 文化PPT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和创新创业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主要针对的同学 就是说可能你想学编程 然后你在这个人工智能AI领域呢 又有一定的创新创业的这个意愿 那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训练营 这个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两届 右边这张图片呢 是去年应该是九月份 我们派了两个团队参加了这个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这个 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创新创业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的特点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菲律宾举办的 然后又是这个东盟发起的 所以说呢 它可能针对的就是主题呢 就是这个就是还不够发达的国家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这个训练营中呢 你就可以看到去跟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训练营中所不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国家和地区 它是怎么样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去跟国际接轨 去创造一些机会能够让他们自己发展起来 然后我们这中国啊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能够怎样给他援助 或者是说能够一些这种创新创业的交流的机会 以及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这个创新创业的训练营的这个 内容是比较多的 一般都是每年暑假举办 时间呢是两到三周一般 但是也不排除有的时候可能偶尔会举办一个东令营的情况 这也是要跟我们这个对接的大学呀 还有一些训练的课程相关来决定 这张PPT上三张图片是去年暑假举办的这个北欧创新创业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是我本人亲自带队去参加的 我可以说作为老师 我也是非常有感触 也是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也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吧 首先就是北欧的创新创业环境 的确是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走在那个赫尔兴基的大街上 你可以发现就是它的整个城市的氛围都充满了创新创业 无论是这个房子的设计民居的设计还是咖啡馆 还是说学校的一些设计都非常有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其实创新创业不这个创意的这种东西呢 不光体现在它的美观上很多也是实用性 因为这个芬兰它是高纬度地区 所以它有大半年都是这个冬天就是接近于极业的状态 所以它这个接近于极业的状态的情况下呢 它可能就非常需要阳光 所以他们很多的屋顶都设计成了那种玻璃体的事 就是你在可能白天只有两三个小时阳光情况下 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 其实他们很多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另外我们当时是在同学参加了当地非常著名的一所年轻大学 叫阿尔托大学 它的这个学校有一个创新工厂 这个创新工厂也确实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创新意愿的学生 或者说你已经在创业的过程中有需求的学生 你在这个创新工厂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一切的一切 就是很多你想不到的你都可以找到 从硬件到软件非常的齐全 它可以有这种可以变换的 你可以随意更改的会议室 还有这种视频的东西 还可以做3D打印 还可以做模型设计 甚至还有他们所谓的 其实我们叫冥想是他们叫那个思维桑拿房 你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 跟你的可能是合伙人啊 或者是你潜在的合作伙伴去那里 进行一些很私密的聊天 嗯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们国内其实很多 这种科技员什么也是可以效仿他们一下 的确是年轻人需要这种氛围来进行创业吧 嗯然后你看我们这张PPT中间这张图片呢 当时是拍在这个赫尔兴基的一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也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它跟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非常不一样 它不仅可以看书不仅可以检索你需要的文献 它更多的一个区域和功能就是说让你做创新的事情 它有很多的3D打印机有很多的这种制作史 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你都可以去做一点你想做的事情 嗯这个就是我们同学当时在做这个创意的徽章 嗯最后讲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对外交流的活动吧 首先就是成功申请到我们大学生创业基金 以及其他校内基金的团队呢 可以优先获得参加这个交流的资格 另外就是在每年的互联网家大赛中成绩优秀的团队 可以优先来报名 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公众号 这个扫一下我们二维码我们每次的活动的宣传啊 或者报名啊都可以在上面 而且我们创新创业学院对这些海外的活动啊交流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支持的 嗯我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穆老师的介绍 听了老师们在创业案例和政策等方面的介绍后 同学们是否还有些问题呢 欢迎同学们积极提问 哦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胡斌 然后呢我刚刚看到有同学提问呢 说我们那个复旦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 有没有团队配对的这样一个平台的活动 那我想这个所谓的配对啊团队配对 主要分为两部分我个人的感觉啊 一个就是主动的 一个就是被动的 被动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 有这样一个活动 每年呢我们会举办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学院的 比如说像开放日活动啊 包括一些寻找合伙人的这样创业沙龙 这样一些活动 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给我们学生呢 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然后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 然后可以打开像这样的一个配对 大家的一个需求这样的活动 这是我们一类同学们搭建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配对 当然就是我们同学作为主角 自己去主动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创业伙伴 比方说刚刚我们这个穆廷老师介绍的那么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交流活动啊 活动赛事啊 在这些这个活动赛事上啊就会选择不同的团队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了 就有可能有些小伙伴碰到了啊比较谈得拢的 然后项目上正好匹配度比较高的 然后正好是我这个团队呢会比较缺这方面的人才 这个就是属于自主的这样一个配对 当然了还有一种类型的 比如说你参加到了这个申请到我们基金之后呢 然后又是在校生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学院的这样一个办公楼里面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年的这样免费的这样一个办公场地 然后在这个办公场地当中 我们会搞很多的活动 然后呢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 不同的房间我隔壁就有可能碰到我的合作伙伴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这个配对在我理解就是有主动和被动两方面 当然看你有什么需要了 当然了就是我们非常很多的一些活动啊等等之类的 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去发布 所以如果真正想要创新创业的一些同学 一定要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进入到我们整个这样一个 为大家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条活动当中去 然后我想大家会获取到更多的信息 然后也获取到更多的经验的 当然也会找到大家自己合适的心仪的小伙伴 这是我回答的问题 大家好 那个我是郑璐 刚刚我有看到同学有提问 申请相关创新创业的基金需要准备 需要做哪些准备 那个这学期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胡老师也讲了 我们就是开放两类的基金 一类是大学生那个科技创业基金会 就是复旦分基金 EFG大创基金 那还有一类就是云分创业基金 那这两类的话其实是都是偏向于创业的基金 所以大家在准备 如果要申请这两类基金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准备合适的商业计划书 就是我们那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商业计划书 那大创基金的话就是有一个模板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资产经营公司去下载 到时候的话在创新创业学院的公众号上面 会有链接让大家下载 然后云分创业基金的话也有一些也有个模板 大家到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发布出来 首先大家需要准备一个比较完善详细的一个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的撰写的话 大家除了按照就是模板来进行的话 大家就是刚刚我也有分享 就是把你们做的项目进展 包括商业模式等等优势 就是需要讲清楚 而且就需要比较完整 包括财务分析等等 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商业计划书 大家要准备一个PPT 因为商业计划书是我们在出审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进行一个对照和审核 那PPT的话一般都是在我们下一轮就是复审 最终复审的时候会有一个答变 那今年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会采取线上答变的一个形式 但是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大家都要把PPT准备好 一般来说我们答变的时间 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 大概七八分钟左右 所以一个PPT大家也要准备好 还有就是不同的基金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准备 比如说大创基金 它还需要你的那个 因为我们是鼓励在职创业的 如果你毕业以后需要有一个 那个辞职报告 还有就是身份证复印件 那个学生证 学历证证明证书等等 那云芬创业基金的话就是 你如果在校内获得的一些荣誉啊 奖项啊都需要准备 那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商业计划书和PPT的撰写 这两类大家需要去准备 那相关的基金的那个宣传 我们也会在下周的公众号上面 就是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的 公众号上面有发布 就大家要可以关注一下 那其他的话就是 其他准备的话就是 大家这段时间可以准备起来了 应该我们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会有初审答辩 其他没什么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那个慕婷老师 这个有同学提问说 如果创业没有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果 那带来的损失是怎样的 我觉得呢 这个损失你要从几方面来看 一个可能是经济上的损失 另外一个是时间上的损失 然后就是你的青春成本 其实我们这些做创业孵化辅导的老师 我们其实是都是鼓励同学 在你学业可以的情况下 在你觉得你能够一方面 学业学的做得很好的情况下 然后你再去做创业的事情 因为创业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路 我们并不是说因为可能现在国家 鼓励大家创业 你就一定要创业 因为首先我们是学生 你首先要做的事情 还是说把你该学的东西学会 你这个大学四年也好 你研究生的两年或者三年也好 你毕竟你的身份是学生 所以说你最该做的事情 那么还是学习 当然呢也是有很多同学 有创业的意愿 也是有很多同学 有创业的天分的 这个我们其实是看到很多的 所以说在这个 你学业OK的情况下 那么你很多同学可能说 我去先从一个小的想法 一个小小的idea开始 我可能做一个小小的创业项目 或者说有些同学 我就是可能目光远大 我将来可能我就是想成为马云 就是想怎样的 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来做 我觉得这个创 像我们看了这么多同学来 比方说申请期今也好 看着很多团队成长起来也好 没有哪个团队是一帆丰盛的 也没有哪个团队 就是说在这个创业过程中 不做改变 他就能成功的 像我们今天 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成功的团队来分享 他们其实都是经过很多的磨难的 那么我觉得很重 就是说在这个创业过程中 肯定你要获得 那你就一定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 但是你这个损失呢 你要去评估它 比方说我现在现阶段 我遇到了这个困难 有可能是团队 可能是我的合伙人不合作 也可能是我本来融资融的 好好的这个投资方答应注资 但是可能钱一直不到账 也可能是突然 我本来规划的 好好的2020美好的愿望 突然一个疫情 然后一切都变成零了 这种可能性都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怎样去应变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去来 就是面对这些东西 那很可能一方面是 你团队怎么去转型 找新的合伙人也好 做新的领域也好 或者说我就暂停一段时间 我现在可能暂时 这个行业不好 经济不景气 或者说整个世界 现在都很乱 我现在这个阶段 不适合我创业 我先缓一缓 然后也许过两三个月 或者说过了一年以后 情况又变好了 又适合了 然后我们再去 拾起这个东西来 我们继续去做 另外就是思路 我觉得很多创业 就是说需要你灵活一些 就用俗话说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或者说所有鸡蛋 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是说你很多的创业的 你的方向呀 你的这种团队的调整啊 或者说你的很多 包括我刚才 我讲到了海外交流 很可能有些行业啊 就是国内做的好 国外做不起来 但有一些行业 就比方说环保啊 这方面 因为我是去过北欧那边 也是跟那边一些投资人啊 或者一些那边大学的 创新创业导师 都有过还蛮多的交流的 其实有些行业 国内做不起来 国外反而能做起来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看你有没有眼光 有没有思路 或者说有没有勇气 去寻找那些出路了 另外就是 我觉得啊 就是创业失败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创业了可能两三年 或者一段时间 最终发现 其实创业 并不是最适合 他的人生选择 就回归到了 可能去公司里工作呀 或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 没有关系 因为创业的这段人生 可以说是 就是说其他的 从课本上也好 教室里也好 老师啊 或者其他的家人朋友 没有办法给你 平常给你的一些经验 只有你走过了 这个创业的路 只有你栽过跟头 你才知道 未来你自己该做 怎么做 当然就是说 这个跟头希望就是说 如果你栽了跟头 不要栽太狠 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 要及时的调整 要及时的止损 然后要灵活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度 这个平衡感要把握好 所以呢 我是这里也是 欢迎大家来 我们创新创业学院来 我们这边 大学生创业基金来 申请基金 欢迎大家走上 创业这条路 但是在创业这条路上呢 也希望大家那个 都能够深思熟虑一些 就这样 谢谢 我这里收到一个题目 就是说 以往我们这里 有没有在文科类项目 会比较突出的 那我想其实 我们复旦的这个文科 还是非常强的 就我印象当中 比较深刻的 就是就这两年 有一个我们复旦的 外文学院的学生 然后几个三个女孩子 志同道合的 然后当时他们后来 三个人就成立了 一个小小的项目 主要是针对了 我们这个一个 学龄前的幼儿的 这样一个英语的培训 当时他们的 刚刚开始来申请的时候 他们这个项目的名称 叫畅畅英语 然后呢 它是以那种 幼儿的耳歌啊 然后唱歌啊 然后游戏的这种形式 然后愚教愚乐 然后把这个英语的 那个灌输到 我们这个幼儿当中 所以它其实发展非常快 它真正来申请的时候 我记得是我们2016年 来申请我们这个基金的 之后呢 2018年的时候 短短两年之内呢 就获得了这个 资金的资助 当时是 我记得是几百万美金的 这样一个资金资助 然后还有投资人 看中了他们的项目 所以它现在这个发展的 石头是非常良好的 这是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创意类的 创意类的比方说 它在我们这个 礼品类的一些创意类的 我们复旦大学有logo的 这样一个 或者说为其他单位 或者是一些团队定制 一些创意类的 礼品啊 文创项目啊 等等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包括我们一些很多的 我们现在跟我们 那个复旦大学的 校友会啊 等等去合作 然后做了非常多的 一些创意类的礼品 其实也是现在发展非常好 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两个门科类的一些 创意团队发展的历程 由于时间关系 问答环节就暂告一段落 余下的问题会由工作人员 在直播间中传递老师的解答哦 感谢同学们的积极提问 和老师们的专业回答 初步了解了创业活动的政策后 相信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听听实战经验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曹永斌学长 为我们分享他的参赛经历 曹永斌学长 自去年四月份开始 组建复东生物团队 参加第五届互联网家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获得全国总决赛赢奖 并向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做项目汇报 欢迎曹永斌学长 大家好 我是复东生物的负责人曹永斌 刚刚非常感谢大家的精神准备 刚刚创院的几位老师 讲得非常好 接下来还有几位广院的大神 也要做分享 而我自己作为一个理科生 在这方面感觉不是很专业 能拿检全靠大家帮忙 所以今天过来简单谈一谈 获检之后的几点感想 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过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第一 我觉得方向很重要 给我的感觉 国赛现场有点像科技展览会 一般来说 电子信息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新材料 无人驾驶 以及我们的参赛项目 生物医药等 这类项目往往链点比较突出 技术含量较高 要么全球首创 要么有重大技术突破 或者跟国外某顶尖公司的竞品对比 有突出优势 很抓投资人眼球 所以冲击国赛应该问题不大 但这类项目的短板是概念性教程 要想获得评论老师们的进一步青睐 就得早做准备 尽早启动融资 推动项目的进程 当然对于文科来说 模式和管理的创新 同样也能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项目 比如第二届的寄军项目 offer小黄车 但这类项目要想获奖 同样也需要经过时间和资本的验证 第二我觉得团队非常重要 没有一个优秀的团队 再好的项目也很容易失败 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 怎么样去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呢 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是找到优秀的人跟你一起合作 第二是帮助优秀的人一起把事情做好 而要做到这两点 首先你得让每个团队成员认可你的项目 并且让他们觉得 这个项目就是他们自己的 另外你需要经常做到换位思考 善于从团队成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解决他们的需求 比如我们每次在监温校区开会 考虑到行当的同学坐校车过来会比较麻烦 所以每次我都会自己掏钱叫他们打车过来 比赛结束后 奖金还没来得及发放 但团队成员即使用钱 我也会先提前垫付给他们 最后作为项目负责人 你要始终相信团队成员在很多方面都比你优秀 比你专业 你要做的不是去领导他们 而是尽可能的帮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一起朝着正确的方向把事情做好 所以你们看今天我只剪五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我相信我们团队的三子民同学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专业的分享 所以我得把时间留给他们 最后我再剪一点 心态很重要 既然是比赛便会有输赢 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必胜的心态去准备每一场比赛 以一颗平常的心去看待比赛的结果 在参加总决赛之前 我们大致看了一下所有的参赛项目 觉得我们的项目拿金检肯定没问题 所以当时有点过于自信 没有好好去准备 最后金检争夺赛总共19个项目 前六名是金检 我们遗憾地排在了第七 与金检私之交臂 不过虽然没拿到金检 但我心态还是蛮好的 第一 我觉得虽然错失了金检 但却获得了跟孙春兰总理 面对面汇报的机会 第二 我觉得现在失败 总比之后创业的时候 在失败要好 最后 我想把自己非常喜欢的 曾国藩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不论收获 只问耕耘 希望大家能够早做准备 争取在今年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把我们学校去连失去的金检 再重新拿回来 谢谢大家 感谢曹永斌学长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有请曹永斌学长团队的 桑子敏学长 为我们分享如何搭建 寻找一支合力的队伍 欢迎桑子敏学长 好的 大家好 我是那个管理学 2017期的桑子敏 然后也是去年和永斌学长一起 然后参加了去年的这个互联网家的创业比赛 然后刚也非常感谢这个永斌学长的分享 我们永斌学长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leader 然后我今天主要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在创新创业比赛中 或者说在创新创业中 如何去搭建 或者寻找一个你觉得有潜力的队伍 然后呢 我今天主要就是从四个方面来分享 OK那首先呢 就是这个团队的重要性 我觉得团队的重要性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好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个互联网家这个创新创业比赛呢 是一个时间跨度非常长的 它基本上从每年的五六月份开始 到当年的十月份结束 跨度大概半年的时间 然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 所以一个人肯定是撑不住的 所以需要一个好的团队来进行辅助 那么第二个呢 在这个创新创业的比赛中 你有再好的项目 都其实是需要靠人来真正落地的 所以说 不管是比赛也好 还有我们最后这个现实中 真正去实现创新创业的时候 那么很多时候投资人看的就是这个团队 因为项目大家都是好项目 那么哪个团队能够把这个好的项目真正的落地呢 所以就要看这个团队到底怎么样 OK 这个重要性就少说两句 之后的话我们讲讲这个理想的团队构成 那首先就是四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技术 那么这个首先这个互联网家这个创新创业啊 它不是一个击鼓传花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活动吧 它是其实是一个基于这个科研项目的 这个对商业化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 那么现在呢 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风投时期了 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idea 然后呢我去找了一个投资人B 说他给我投十万块钱 然后呢我和B一起再去找一个投资人C 那么他投资人C说我给我一百万块钱 然后投资人B这时候退出 然后我们这样一轮一轮一轮过去 结果我什么都没做 只有个非常好的idea 最后搞到了一大笔融资 对于之前的BECD这些投资人来说 他们是好的 因为他们拿到了钱 他们退出了 他们盈利了 但是呢我们是创始人 我们没有办法退出 所以当你的这个泡沫吹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总有一天大家会爆炸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而要去实大实的去做这样一个创新创业的这个项目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啊 是这个创新创业的基石 要不然你再好的商业模式 你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商业构想 但是没有技术去实现 那么没有也没有人会为你来买单的 那么除非啊 除非你说我就是20年之后的马云 我就是20年之后的马云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idea 那么我要去找一些人来帮我实现这个技术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99%的同学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比较现实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在这个比赛评比中的考量 从刚刚有名学长分享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考量其实很大 你比如说他刚刚说在国赛的现场 这就是一个科技的展示大会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的考量 在比赛的这个评比的占比还是分量非常大的 因为投资人他 因为说白了我们都是学生 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商业的这个sense 都没有这些专业的投资人来的要更加深入一些 那么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我们的科研成果 有的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含量 所以说这个技术含量在比赛评比中的考量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因为投资人希望这个项目是真的可以实现的 而不是一个你空谈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 如果说我们要搭建一个团队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团队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技术团队的leader就是我们的CTO 这个CTO要非常的靠谱 而且他还是非常的有能力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了技术还不行 我们还要有商业 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创业呢 其实是对于这个科技项目的一个商业化的成果转化 你只有科技项目 那你这个只能是一个科研项目 你进行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了之后呢 你才是一个好的创新创业的项目 就是这说技术是创新创业的基石 那么好的商业项目才是你这个项目能够真正成功的一个关键 特别是到了比赛后期来说 因为大家的这个科技水平说实话都很高 你能说这个项目一定比那个项目 就是说从商业模 从科技含量上来说两个都很高 那怎么评出优劣呢 其实就看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谁的商业模式更好 更有可持续性 更能够盈利 消费者更买账 那么谁的这个成绩 或者说这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然后呢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就是 我之前我们郑璐老师 永明学长也都提到了 就是这个商业计划书的修改和撰写 这都是需要我们这个 做市场或者做商业的这个团队去进行思考的 包括我们之后的路演的环节 要去做这个Pray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同学都是有非常好的Pray的能力 当然你也可以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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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演练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永明学长 他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团队第一次搭建的时候 他其实在这个做路演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一次一次帮他改进 然后我们帮他去修改这个演讲稿 去帮他去一次一次修改这个商业计划书 一次一次去修改他的PVT 然后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才能够实现 就是这个项目走向成功吧 然后这里有这个三个二十 这其实是什么呢 是我们当时拿到校赛一点奖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内参加辅导 当时有一位投资人跟我们说 就是说一个好的创新创业项目 一般要经过二十次商业计划书的大幅度修改 经过二十次这个PPT你路演的稿件的大幅度修改 和你整个去路演这个PRE要不停不停的演练 二十次大的修改 这一部分的传统意义上来讲 一般都是我们学院的金管院的同学进行负责的 因为金管院的同学他这个商业的这个思维方面 包括他这个路演的能力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PPT的美工方面 可能是我们新闻学院中文学院的中文系的同学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 总的来说商业团队的话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CEO或者COO作为leader 然后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讲 有个CPO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Chief PPT Officer 那么一个好的这个路演的这个PPT能够清晰 直接的传达你的这个整个的商业计划书 因为一般来说商业计划书有几百页 但是你的PPT基本上就是五分钟 大概十页二十页的这样一个样子 如何在十页到二十页中讲清楚你整个商业模式 去宣传你这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经过一遍一遍的修改 其中美化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之后呢是讲这个财务和资源 其实技术和商业这一 如果你能把这两个方面组织好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雏形了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就是财务方面和资源方面进行辅助 一个清晰的财务计划书是非常有利的辅助 你比如说你要设计好你们公司的股权架构 包括你们团队这个融资需求 特别是到了后期之后 投资人会问你们想要多少钱 这些钱在你们整个公司的股权里 你们有没有留出相应的余地 包括你比如说你融了三千万 你说我这三千万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要告诉你投资人说 有一个清晰的计划说我们这一百万是用来 比如说是买固定资产的 那一百万是用来发工资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包括最后你要跟投资人说 你投了这么多钱 我最后能给你多少倍的回报 你这需在跟投资人谈的时候 都需要清楚的告诉他 这样的话投资人才对你们的团队 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才对于他是否要做投资这样一个决策 有更好的辅助 这就是CFO主要负责的东西 那么同时一个好的CFO其实是能够直接代替CEO的话 这句话应该是任正非说的吧 我记得 一个好的CFO其实是熟悉自己公司的业务 并且知道这个公司的业务需要用多少钱 能够赚回来多少钱 他是能够直接替代CEO的 然后第四点是资源 就是说我们团队 因为我们创新创业并不是闭门造车 我们要去跟很多的投资人去聊天 很多的同行业的创新者进行沟通 然后我们互相有一个辅助帮助 然后我们可以激发更好的idea 那么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到两个人去连接各方的资源 比如说投资者资源 比如说我们学校这边的资源 还有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项目要落地 需要找一个地方去给我们的办公团队 一个实体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能去需要对接一些 比如说高新科技园区的人员 去连接这样的资源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两方面是一个景上天花的东西 前两方面才是一个团队最主要的基石 然后总的来说 我推荐大家 这个团队大概在9到12个人 当然更多也可以 不过因为这个队伍冗杂了之后 就不够精简 这个效率肯定不会像人少的时候那么高 这个传达的意思也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9到12个人 尽量不要超过20个人 20个人可能就比较多了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那么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核心团队就是技术团队 三到四个人 然后商业团队在四个人左右 财务就一到两个人 然后资源一到两个人 这样比较好 另外我推荐大家去找三到四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顾问团队 什么是顾问团队呢 你比如说这个技术 这个科研技术的直接的导师 这样子一个顾问团队 在你的这个最后路演的过程中 会增强你这个项目的可信度 因为相当于是有一些大神帮你背书 如果你说你找到了说 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找到了那个 阿里巴巴前CFO蔡崇信的背书 那么你这个项目听起来可信度 是不是比别人高很多 当然我觉得大多数同学都是找不到 但是你可以找到相关领域的专业大神 来帮你们做背书 然后最后核心的一点呢 是我认为就是说不同的角色 这个团队中不同的角色 要找清你们自己的定位 然后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就比如我们刚刚永冰学长说的 我个人其实是非常 心肠永冰学长这个人 因为他首先他非常的谦虚 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定位 他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leader 但是他并不是说所有的活都是他来干 那么把商业的东西交给我们商业的团队去做 他来负责好技术和整个团队的架构 就非常清晰了 然后最后要谈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团队的核心领导者 到底是你的CEO是你的核心领导者 还是你的CTO是你的核心领导者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整个团队是靠这个技术项目驱动 那么这时候CTO可能就是你这个团队的核心领导者 而CEO可能就是二线领导者 你比如说他就更偏向于商业这个部分 那么核心领导还需要有相应的股权架构去进行支撑 所以说在涉及股权设计的时候 也能体现到底哪位哪个就是哪个伙伴 才是你们这个团队的leader 然后具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复旦 我们以复旦为例就是如何去寻找或者去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团队 那么方面的话呢就是你要去大体的思路 就是说你要去寻找一个强大有技术支撑的团队 然后呢再去搭配一个优秀的运营或者商业化的团队 然后二者强强联手 这么这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架构 然后资源方面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复旦的同学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说 哎呀我没有资源就没办法参赛了 如果你能够满足前面的这个技术和运营两点的话 我觉得资源我们学校团委啊创新创业学院都会提侣 其实这里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小的提示 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互联网家这个比赛 它有个规则就是说如果你去年或者以前 那么你今年就不能再报名了 反之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年获得了是全国赢奖以下的团队 那么今年还可以再报名 那么我们同学如果说我想要加入一个团队 而且我有一定的技能的话 就可以去寻找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推荐就是说这个理工科 精管院系还有这个文科院系互相融合 你比如说理工科我有很强的技术能力 那么我就去精管院或者新闻学院文科院系去找 相应的同学有一定技能的同学 帮我去打造这个优秀的运营商业化团队 或者我去找一个我的首席PPT官来帮我去进行PPT的美工 去进行PPT的修改 包括商业计划书的撰写 我们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那么我们精管院系的同学呢 也不要说我手上哎呀没有科研项目 那么我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更主动一些 包括新闻学院文科院系的同学 也可以更主动一些去联系这些理工院系的团委 说哎呀我想知道 就是你们团队今年有没有 你们学院今年有没有相应的团队想要去参加的 一般在初期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想要去对接各种资源 所以说如果你能说 我主动的去把我现在这个资源送上去 对方其实还是很乐于去接受的 而且大家其实可以比较早就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最后再讲一点呢 就是说你这个后期如何去打磨团队 那么首先呢 就是一个团队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10个人 15个人的团队 大家是不是一条心的去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而且如果大家是一条心的话 那么整个团队的效率就会高非常多 第二个呢 是说我懂技术的要懂一点的商业逻辑 而负责商业的呢 要懂一点技术 这句话呢 是我们当时在参加试赛培训的时候 一个投资人对我们说的 你做CTO的 你去要去学习说 我这样的一个技术如何更好的应用于我这个商业模式 而负责商业的呢 要懂一点技术 也就是说 我这个商业模式还需要一个怎样的技术 或者说我现有的技术该怎样更好的运用于这个商业模式之中 最后一点呢 是说你们是否每个成员都能够上台去做路演 这也是当时我们碰到的一个投资人跟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团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 我对这个项目都是了如知道 我现在随便抽一个人上去都能够去做路演 而且能把我这个项目讲的清清楚楚 这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团队的 如何去打磨一个团队 我觉得最后一点就可以是做这个打磨团队一个目标吧 然后当然这个后期如何打磨团队 我都说了这是一个后期的事情 可能是需要你等过了就比如说学校的选拔 等到保重试赛的时候 你可以去更好的去进行打磨 因为随着你这个比赛越来越深入 祝你整个团队会越来越趋向成熟 OK今天主要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些 然后下面应该是请我们这个如意聪学长 为大家进行分享吧 好的那谢谢子民 那个大家好 我是富山大学16级管理学院的本科生朱一聪 然后专业是财务金融系 我在18年的时候参与这个 作为超高性能归蛋复级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参加了创新创业大赛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分享 我们项目有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 我们是千里电池 之前几位创业的老师也提过我 按照之前的框架 我首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 这个经济人汽车领域呢 一直都是国家在推广的一个行业 然后也是这几年处于资本风口上 但是整个市场呢存在几大痛点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续航 要想让新能源汽车可以替代燃油车的话 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一般要到500公里以上 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汽车可能在300400左右 特斯拉优秀一点 然后国产汽车会更低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首次困难效率 就是你电池充一次电放一次 它可能就没有完整的那个容量了 而如果就算你开始达到了500 你可能充完电放完电 它就只剩300多了 这个是续航里程是一个最大的局限 然后近几年来三星电池一直爆炸 然后特斯拉的电池爆炸 所以作为接触大家生活的器具 公众对于电池的安全性 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然后第三来看的话就是成本问题 特斯拉目前的售价在国内应该是30多万 然后在我们那一年的时候 进口的全力走车应该是要上百万 然后特斯拉整车的成本 40%是来自于它的电池 所以续航安全成本 这是我们找到的这个市场里面三大痛点 那依托与高分子系数年来实验室的这个技术呢 我们研发出了我们项目的两个核心技术 第一个技术是高温向碳毛孵技术 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简洁的碳毛孵法 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材料本体导电信的1万倍 同时呢稳定我们材料体向结构 然后延长整个电池的使用寿命 使用了这个技术之后 我们的成本达到的是同类碳毛孵方法的10% 同时容量比在与没有碳毛孵的相比的情况下 我们提升了8到10倍 而第二个技术呢是我们真正依托于走出实验室 达到市场化的一个首次库能效率提高技术 我们通过控制材料大小和形状 消除了材料本身活性不肯定反应层的存在 将我们的首次库能效率从55%提升到80%以上 有了这个项目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才真正的把我们的材料可以推广到市面上 然后依托于这两个技术 我们独立研发出了超高性能的硅胆负极 我们的硅胆负极的比容量是达到了1800到2400毫安时每个 而常规的石墨负极的话一般在600到800 也就是我们翻了300 我使用了我们的材料之后 有望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从现有的三四百公里延长至1000公里 这也是我们千里电池的这个名字所谓 然后在前两年我们也参加了不少比赛 然后拿到了互联网家的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金奖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赢奖 然后参加了中国创意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和全国杯大学生就是全国所有的创新创业项目一起比较 拿到了创新赛道第七名 然后也很荣幸跟金明晚报做了一个专访 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创业的一些看法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前面说到我想说的是我们商科学生 怎么在这些很高新科技很硬核的项目里面 发挥作用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构成 我们的自然科学院系他们负责是技术开发 也就是我们的研发团队 他们一是进行材料的一些实验 然后进行实验室的研发 然后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核心竞争力的保障 然后我们也有政策研究团队 然后是由国务学员 深圳学院和法学院同学来组成的 他们对于性能源汽车领域 以及材料学领域的宏观趋势 他们进行了一个研究 然后寻找一些产业政策的导向 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利于我们团队的 然后第三个团队呢是商业预算团队 主要由金院和管院的同学组成 我们主要负责的工作呢是财务模型预算 然后盈亏平衡的计算 以及市面上的精力分析 以及对我们推广的计算 然后我想要明确的一点是 你一个团队的构成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追求的是 怎么让一个团队在比赛的时候 面对评委的时候展现的很全面化 因为我们有 比如说我们有来自自然科学类的 我们有来自社政法学类的 有来自管院经院的 有这么多学院的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会取得一些优势 但是事实上 我们组建这个团队 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比赛 打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去更好的磨练 去更好的完善你的创业项目 所以本身我们从创业者的角度 大家是要从做大做好 这个项目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去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奖去的 所以从我们团队构成也可以看到 刚刚跟子明说的 其实不谋而合 我们也没有创通过 所以大家从创业者的角度思维化 我们技术开发政策研究 跟商业预测这几个部分 都是对于一个技术型的创新团队来说 不可缺什么的 那再讲一讲商学院的学生 到底在里面可以干些什么呢 我自己总结出来说的话 我们实现的就是将一个实验室的技术 转化为成熟的商业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在我最早接触到的时候 它还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我们有着自己核心的两个技术 但是之后的计划包括下游的对接 你怎么去销售 你未来怎么融资 你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的产品拿出来推广到市面上 去完成成为一个完整的商业项目 例如是我们商业团队以及社会社科学院那些同学们 就整个完成的 那从讲一些细节的话 就是第一我们是要去做一些机会的挖掘 这个跟我们平时一些学到的market siding很像 我们要把握行业的趋势 你要去了解到就我们项目而言的话 新能源汽车领域它整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对应到的电池成本有多少 然后对应的材料 它究竟有多少人会愿意买单 然后整个的市场规模有多少 而且我们灰碳腹集相比于传统的石墨和石墨烯来说 是一个新材料 我们对于市场的渗透率能有多少 我们在整个市场上可以切下多大一块蛋糕 以及讲的远一点的话 这个市场空间在我们做大做强之后 可不可以支撑得起一到两家 或者甚至更多的上市公司 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个预期 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然后有了之后 我们要了解到市场上的痛点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在开头讲的那三点 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这个痛点 那针对于这个痛点 我们就是要研发出可以大量生产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材料 那在明白了这个机会之后 开始运营了整个团队 我们上市团队其实要负责资源的运营 一是对你已有的资源的一个运营 就是我们有技术有材料有团队一些很优秀的人 那你是怎么进行分工 每个团队成员要负责哪些工作 怎么样的管理架构才会使得大家可以更高效的工作 你到底是用金字塔形的管理架构 还是要用扁平化的架构呢 然后第二对于我们的产品 你市面上现在有哪些传统的产品 我们要去怎么样把自己的产品去推广出来 我们是利用学校的一些资源去对接 还是去参加学术会议 然后向各个学术大咖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然后在新的一些会议上面去见到新的投资人 或者说一样新的客户 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 而第三的话财务管理的部分 一是和公司本身运营相关 你做一个现金流测算的话 你要知道你在未来几年 你到底要铺几条产线 你的产量能达到多大 可以支撑得起你以多快的速度扩张 然后你的负债比例要达到多少 你公司才能正常运营 而第二个的话投融资计划的话 也是帮助公司更好运营 而且你这两个财务模型跟投融资计划 刚刚子明其实也说过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多投资人 他们关心的不只是你的技术有多好 而是你的这个项目 你的对于这个未来的规划你有多清晰 否则的话你只凭着你的这个项目技术 你完全就是卖一个专利钱 你有了变现的一个思路 未来的开展的一个计划 你才能让投资人相信 你们是真正的在运营这样一个高新科技的项目的 那商科院同学在这里面负责工作 也不仅仅是就是动脑子或者动笔动动嘴来进行的工作 你很多时候是要去深入到一线产业 才可以去获得那些最顶尖的知识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领域 它最上游的是矿产资源 然后矿产资源运用完了之后 对于电池材料分了正极负极电子隔膜跟其他 那我们就是其中的负极材料 那负极材料再下游就是以电池制造了 你要了解这个之后呢 你才知道我们下游对应的厂商到底有哪些 然后在运营项目的时候 你要去深入到公司的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仓库 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仓储到底是什么情况 它能支撑多大容量 然后才能对于我们未来的产量跟安排 有着更好的一个统筹 然后刚才我子明说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技术的人要懂一些商业 商业的人要懂一些技术 这个也是我们在团队工作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的一点 就是你不仅是在对外展示的时候 你要像他们说我们未来投融资计划 包括我们现金融测算 你需要在对内沟通的时候 对你们技术的负责人也很清晰的讲明白 你我们未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产品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未来为什么是开三条 而不是开30条产线 这样才能保证团队在一个既定的路线上发展 而大家团队目标一致 也是顺利利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讲一些比较激烫的东西 我就是创新创业对于职业发展的影响 那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人 那就主要以我个人为例吧 我觉得首先呢 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那并不是一定要创业啊 讲句比较现实的话 现在大学生毕业的话 就业环境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那创业也不是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你如果去创业的话 你很很可能就把自己的兴趣作为基础 然后跟你的职业警力结合了 这个是在你去大公司工作的时候 无法挑选的一个自由度 然后第二的话 你在学校里面有这样一个创业经历 有这样一个团队 其实是比你在社会上接触的一些团队 在学科背景上是要更优秀的 这样一个高精尖的团队组织完 然后这样子的人才去创业的话 可以更好的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团队组建 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创业项目的一个初衷 那第二点呢 就是你在大学生创业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一些课外的个人能力的提高 这些都是知识是不能从书本上汲取的 那首先呢就是 对于新知识的接受速度 你会变得非常快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是就我以前学过理科 然后后面转了双科 然后但是新年人汽车的电池材料 这个领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 所以我在这个项目里的每一课 都是在拓宽我的知识边界 就因为我们项目团队是我跟项目负责人两个人出去录演 所以我也会独立录演的时候 也会面临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那就必须要强迫自己去继续的学习一些理科上的知识 我觉得后面来看的话 这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第二点呢 就是你在运营整个团队的时候 你会获得很强的团队沟通能力 然后第三点就是抗压能力 这个是在进入社会之前给你一个先预演 你在创新创业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突发的状况 然后你也会面临很多很紧急的deadline 你在这个环境下 如果可以很好的抗压的话 对于未来工作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你在大学期间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相当于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试错的机会 因为如果去了以后的工作 你因为以上能力不够 而被辞退的话 就是真正的被辞退了 而如果你在大学期间创业的话 没有获得特别好的结果也没有关系 你还可以去选择 其他的你可以去继续深造 也可以去公司里面去正常的上班 这都是创业给你带来一种 还是试错的机会吧 第三点就是对于商学生来说 一个商业思维的培养 我觉得是在创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未来的就业方向呢 可能是咨询或者是公司里面的战略 或者商业分析或者去投资行业 这些行业大家很看重一点叫做sense 那什么是sense 就是你对于商业模式的整个理解 你对于行业趋势的一个预测 那你有了一段创业的经历 它相当于是给予你一个 从企业创始人本身 看待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角度 而不是我们平时在书本上 课堂上或者在case study里面 预见的我们是以上地视角 去很冷静的看一个企业它怎么发展起来的 而实际参与的时候 你是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的 那多一个角度去看待行业 你就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那因为我自己现在在一个产业化的基金里面 那我现在看很多初创的项目的时候 我对于团队 对于他们对于行业的理解 我现在有非常深的感动深受 以及多角度理解的话 可能你在和自己的上司经营沟通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补充 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我觉得创业不一定是你未来唯一的选择 但是创新创业的这个开拓的思维 和你踏出自己舒适圈的勇气 就是在大学四年间 甚至更多年间不可少的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勇于尝试 体验一下这个不同的人生 感谢朱玉聪学长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有请以剑科技创始人罗峰老师 为我们分享 欢迎罗老师 大家好 我是以剑科技的创始人罗峰 其实这个罗老师我就不敢当了 我也是大家的校友 其实我是复旦MBA项目17级的一个学员 也是今年刚刚毕业 然后其实跟复旦结缘这个事情就 跟我的创业经历其实是完全相关的 其实我自己是从16年开始创业 然后到18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第二家公司的时候 然后开始了跟复旦的这个很密切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关系 其实在17年我开始读了复旦MBA的项目 其实读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为了 让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跟商业有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能够做积累 能够去帮助我在创业过程中去解决更多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我跟复旦创业创业学院的一个关系 其实刚才 胡老师 郑老师和那个沐老师介绍的各种各项项目 其实大多数的我们都参与了 其实我们拿过云峰的一个基金 也拿过大创 也入租了创业 那最后也从创业毕业以后 顺利推荐到了跟创业有关的一些复化器里面去 其实今天这个分享会 其实我了解到 其实大多数的同学来听 其实都是跟这个创业创业 其实有了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之上呢 那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人 想在这个创业创业里面参与到不同的角色里面 比如说想配合团队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有些更多的其实比如说从创新 或者比赛这个角度去看 那其实作为我来说 其实是真真实实经历了企业的 从创力到营业到甚至在第一家企业 可能会有一些退出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个事情呢 可能是在我们今天所有群体里面 有一部分真正想把这个创新创业落到真正的实处 希望创业变成自己未来真正的人生一部分的人 去讲的一个问题 而且你在这个项目里面 你其实要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核心的领导者 那我针对这些同学 其实你们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创业的偶像 那不管是什么乔布斯也好 还是扎克伯格也好 那其实他们都是从大学的时候 就萌生出这种创业的想法 那这里其实我也有一点提醒 其实我今天的分享主题 不是说再去鼓励所有的同学进行创业 或者是去阻止大家在大学这个时间去创业 大家可以理性来看这些问题 其实我后面会更客观的让你们自己有判断 那其实做这个介绍之前 其实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项目 其实你们可以从我做的这些项目里面 大概去了解到一个你能够持之以恒去坚持的创业项目 可能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的 它跟你自己的专业或者跟你自己的一个背景 有怎么样的一个适合度 那其实我是在建筑行业出身 我做的其实是一个 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 先看这个视频 然后做一个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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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其实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积累 也就是说不光在本专业建筑上面的一些考量 其实从技术 从IT的角度我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产生这样想法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跟今天出发点会不一样 比如说大家为了这个互联网加大赛的一个目的 会去找到一定的主题去参赛 我并不否认这种做法 其实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得到更多的一些实战的经验 但我想讲的是你真真实在参加一个项目的创业的过程中间 其实你要有保留住这种初心 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事情关系到你未来能不能直接的持之以恒 那今天关于更后面的一些分享 其实会给大家这个是有通用性的渐渐意义的 不光说你是在自己真正的创业的路上 还是说你在这个比赛或去做模拟的过程中间 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在真正的这个创业过程中间 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怎么去进行这个融资过程中间 一些真实的问题 那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第二轮融资的 净掉材料里面的一些部分的内容 我其实分享给大家 一方面是说 这可能会跟大家接触到的一些培训 或者是一些 这些评委 给到大家的一些参考的这个 你笔里面应该怎么写 会有一些略微不一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核心关注的一个公司 一个创业公司 能不能往后去发展 它具不具备投资价值 具不具备在市场的持续生存的能力 它所涉及到几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词 那后面的话我会对每个关键词 它都有一些核心的问题 需要我们的创业公司 创业团队来进行解答 那在解答的过程中间 大家可以看 假如说你自己现在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你需要把这些问题解答给你的投资人 解答给你自己 解答给你的团队 那你看你是不是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解 假如说你这些所有的问题 你都有自己的理解以后 那我相信你在未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企业的一个领导者 其实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看 在这个里面我会节选一些给大家进行分享 那比如说在产品端 产品端为什么会把它摆在第一位 它是一个你创业项目真真正正正 能不能够在比赛中打动投资人 能不能够在市场上打动你的客户 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上面两个问题会比较常规 比如说你正在研发项目是什么 它解决的痛点 它目标客户优势壁垒 这个其实大多数的这个创业比赛的培训 或者教你怎么去写BP里面都有 那第二个其实在一般的我们的培训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指导里面 可能会就会变少一些 比如说你的未来的计划 那这些未来计划 其实真真正正的一些milestone 就是我们的里程碑 那它不管是产品设计上 跟市场需求的一个结合度上 那这个其实是你真正要思考的 包括你在思考的深度上 更深以后 其实也能够去解答更多 在这个创业比赛过程中间 评委给你的一些额外的问题 你其实有了这些思考的深度 你就可以更好地解答他们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在一般来说 这种创业比赛里面 大家关注的会比较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创始的团队 对于你们解决的这个问题 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 个人的一个想法去出达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或者一个原始的意愿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关注的什么呢 其实在创业路上 困难其实会很多 包括市场上有很多诱惑 你们的创业项目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 那你为什么坚持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很根源性的一个个人的原因的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愿景 有没有这种初心做这个事情 这也是 其实我们对于投资人而说 他们在看的时候 就是其实他们投的是创始人本身 和赛道本身 假如说你的创始人对于你做的事业不够坚定 其实对于他们的投资的布局来说 是有很大的损伤 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你传队的一个持续性 和你在这个行业的渠度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真正你真的要做创业的时候 你可以仔细想 你做这个创业项目 你到底是趁着风口热度 还是只是因为自己现有手上掌握了某些技术 想把它利用出来 那这个其实都是不够的 你要真真正正正的去想改变这个行业 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很深层次的想法 去持续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其实举一个例子 就你这个公司在需要你 你可能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而且需要你去为这个团队去奔波 去垫付自己的一些资金的时候 你能不能始终坚持 你是不是认为这始终是一个方向 那这个就很重要 那第二块 其实我们有了这个产品之后 其实会有很多技术支撑的问题 那这些也会比较常规 比如说第一点 你的公司的核心技术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在后面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了 比如说你在未来三年或者五年 你在技术研发方向上的一些投入是怎么样去规划的 那你这个跟你的销售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另外的话在这个里面 其实虽然它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其实它也是涉及到一定的团队 你的技术到底来源于你核心创始人本身 还是来自于你的科技成果转化 还是说来自于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它的很核心的担心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产品要保留保有竞争力的同时 其实都是来源于你的核心技术的 你的技术假如说没有壁垒 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就会受到市场上竞争的一些冲击 所以这个时候技术是你其实相当于产品后面的最核心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可以回头再把这几个问题细看一下 就可以了解到你一个技术其实也是要考量它长久的一个支撑性 然后再是市场 市场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比赛的时候最 我认为其实是最薄弱的环节了 那其实大家会去做很多书面的工作 比如说怎么样去预测市场 怎么样看到行业的一些规模 拿了一些我们这种行业的报告也好 或者其他方式也好 但其实真正弱势的 包括其实我们在自己创业的时候 最早期的时候也是最弱势的地方 大家创业其实有些时候很容易就变成学院盘的创业 所以我拿到了怎么样的资料 怎么样的报告 这个市场有多大 很容易分析出来 分析出来觉得这个诱惑力很大 但当你真正的去触打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就比如说你在设想的很理想情况下 但其实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变现方式不一定是市场上能接受的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其实这个市场是你真正在创业过程中间 决定你立身命脉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就算有很好的资本支持 有很好的技术很好的团队 但是市场一直不给你正向的反馈 那这个事情始终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读过商科同学知道 其实你一个公司的核心价值 就来源你自己公司在未来 能不能产生稳定的一个引力 那这个关线你打不开市场这个口 其实你的所有的这种创业的想法都是白费 那所以这个是市场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七个问题 就是从市场的各种维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仔细的看一看 那这个可能如果你按照这种逻辑来 梳理下来的一个比较内容的深度呢 肯定会比你只为了一个比赛去准备 深度会升很多 那在后面是运营 运营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 不管你是团队的组件 还是说你在市场一些拓展的方式 那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你公司日常怎么去运作 那这些其实都是基于了真实的项目的 那这里面也会去分 比如说你是一个图B端的一个产品形态 还是图C端的产品形态 那这也都会市面上VC比较通用的一种标准来衡量 那你可以这样子去考虑你自己的这个运营方面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里面其实 刚才讲的市场市场规模有多大的 运营层面又有用什么样的销售方式 怎么样的方式去触达你的渠道 那这些问题其实你看来都很势水 包括你在这里面还会设置到一些定价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初初看到这其实有几个大的点 假如说你是一个你自己再回头来设想 你是一个创业公司一个负责人 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你对这几方面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觉得这些东西都在你思考能力的范围内 那这个就很重要 那其实除了这个外面还有 还有比如说团队 团队其实大家在这个比赛过程中间构建团队也非常重要 就是比如说你会去有不同院系的学生 一起去参与组建到这个比赛的一个团队 那这很重要 就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间 其实它交叉学科之间带来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里面也讲到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其实也是完全跨学科背景的 那从建筑 从计算机 从自动化 包括从工业设计 图木结构 各方面的人都有 这样子的复合型的团队的确会是 对你的竞争产生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想说的 刚才其实也有同学在问说 你怎么样找到你的合伙人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 不以人的意志为专一的 你真正能去合伙去做一个创业项目的这个比赛 是一回事 但是真正 你两个人或三个人的团队去组建成了一个创始团队 对你们以未来可能在五年八年的时间 你们的这个相伴的时间可能比你的家人更多 你们的一些未来的收益 你们的一些资本的状况都完全绑定在一起的时候 这其实是要很深度的一个价值观的融合 同时对同一件事情 我自己再强调一遍就是对这件事情本身 大家都是有好有初心的 有远大的一个愿景的 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才能成为我们的这个合伙人 那在合伙人之外 其实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下面的一些团队成员 那团队成员你怎么样给他做激励 你怎么样设置合理的这种期权激励 股权激励 那这些问题 你们作为创始人有没有关注过 有没有了解 那这也很重要 其实他对你一个人的一个知识的全面性要求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同时这个里面又涉及到了可能人性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管理员工 你怎么样去挖掘他们的需求 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一些职业发展上的一些诉求 那怎么样去提高他们的能动性 以及你很怎么样很客观的去分析他们的一些优势和劣势 那这些其实可能都是在专业之外的 一些问题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讲的 其实一般来说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 你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比如说再到最后的资本 资本上来说 其实第一个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投融资的情况 你怎么样去拿到资本 怎么样拿到这些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 那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资本还跟你自己的公司的运作有关系 其实刚才我们管院同学也提到 比如说你的负债率 你的一些这个现金周转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大部分公司死都死在了这个 所以我们会说现金流的上面 不是你公司不盈利 不是你公司没有合同 但是你没有正常的财务知识 没有对资本的一个很好的理解 也会导致你公司就莫名其妙的阵亡了 那最后还有 其实在资本之外 我们还会抢更大的一个生态 其实生态是什么 生态就是你所处的这个行业 你在行业的一个整个 这个叫做价值链里面 你处在哪个环节 你的上游和下游 你是怎么配合你工作的 那这个里面其实就会更复合 那其实通盘我们从刚才这七个维度来说 其实这相当于是作为广告了 就是在你MBA的课程里面 就是他其实是总结了商科过程中间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他都有一些分析 那这个维度来看 其实我们读管院的学生 或者是读这种管理类的专业的学生 会有一定的从学术角度的优势 但他需要你有更多的一个时间经验 才能够真正理解我们书面上学到一个东西 那所以从上面这几个点里面来说 我又去总结了说 作为一个创业者 你真正应该具备的数字 到底是哪些 我们抛开技术的角度 抛开你这个学科背景角度不谈 其实有很多很关键性一个东西 能够支持你 说去作为一个创业项目 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能力 其实第一点我们摆在这儿 其实我们复旦的同学 大家肯定都是具备很强的这种学习能力 包括其实你真正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走向在创业路上的时候 学习的这个压力其实会更大 你每天接触到的新的知识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有很强很强的学习能力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间去反思 其实创业路上都是不是一帆风顺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问题 很多问题的根源可能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当 你没有经验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很频繁的进行反思 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问题 怎么样去进行改进 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见解 所谓的见解呢 其实作为一般来说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 比如说本科的同学 或者是未踏入社会的这种研究生的同学来说 对于一个行业的见解 其实是你没有到行业 走到行业里面去看是很难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创业我觉得有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见解 你对一个行业是不是有自己的理解 这也是投资人非常 你能不能够对这个行业有深入的独特的一些见解 那这很关键 那另外其实我刚才也简单提到过的阅历 社会阅历的问题呢 其实不光来自于你的管理 其实这个社会的这个险恶 其实跟我们在学校里的上海塔里面其实差异很大 比如说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投资人 他们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甚至他们比如说这里面有FA的人 有一些真正能够投资的一些大的VC机构 还有一些其实产业资本 那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 他们在跟你们谈判过程中间 会有你们很多不知道的一些陷阱 来把你们引到一些各种的坑里面去 那我们真真正正自己也是采过各种各样的坑 那这是一类 那第二类呢 其实比如说就是你跟你的未来团队发展里面 员工的一些管理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有很强的这种 跟人去打交道相处的一种能力 那这个其实也是社会阅历的本身的一种 那另外就是跟你的合作伙伴怎么去进行合作 你的上下游的客户你怎么样去协调好这里面的一些利益分配的一些问题 那这都是阅历来帮助你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七个问题里面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拥有的知识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全面的 我不说你在这几个维度里面你都是专家 但是其实你作为一个核心的领导者你要去管理 你要跟这些核心的一些对应的一些负责人你要去进行沟通 你们要有一个对话的平台 也就是说你对这些问题最核心最本质的你是理解的 所以这个综合能力其实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你不可能说作为一个公司的核心负责人 你不懂自己产品的一个技术 或者你不懂整个财务运行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其实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你就算一开始没有具备这些能力 但是你在创业的路上的时候 你肯定会逐渐掌握这些内容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初心 其实我反复提到这个词 这个问题其实是给大家泼冷水的 其实在我们的创业过程中间 你的困难比你想象到的 真实遇到的比你想象到的多的多 那各种各样的困难来临的时候 首先你是不是能够继续坚持创业 第二个你的创业方向是不是能够跟你原来设想的是一致的 当然我这里是说的不是说你完全保留 跟原来一致的这个想法就是正确 但起码来说大部分的时候 呃你的第一的判断 你真的有这个冲动去进行创业的时候 这种想法大概率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保留你的初心 那就是很难的 那最后一点 其实我为什么放在最后讲就是真诚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资本或者是在这个创业圈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现象 比如说呃蹭风口 或者是你你会伪造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数据 去为了你提高你的估值 或者是你跟你的投资人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夸大了一些内容 那这些问题呢会在短期之内 给你得到很好的一个呃正向的一个收益 比如说你的估值提高了 你拿到了这个人的融资 但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在你公司的一个中继形态的时候反映出来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呃创业项目的 这些真实的经营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不管是在路眼里面 还是在面对投资人的时候 那你其实作为一个呃真诚的一个创始人 你其实能够最终让你获得更大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呃 不管是做创业还是做其他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呃 你要面向社会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呃 那上面其实就是我给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其实可能整个思绪或者是整个所有内容都有些打乱 但是这个是我真真实实的这几天想到了可能跟你未来要真正走入创业的这个人 需要去沟通一些核心的内容 那另外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广告 我们其实现在的公司在就在复旦旁边不远的地方在进行办公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20个人左右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里面设置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岗位 其实我很欢迎我们复旦的一些同学 假如说想要有一些创业的时间 那可以来我们这儿来进行实习 你不管你想要的财务 想要的市场 想要的技术 想要的产品 各种各样的呃 岗位都会有符合你的一个需求 那同时我其实呃 非常 对对复旦这个这个学校本身会有非常感恩的一个想法 所以的话其实所有同学到这边来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进行合作 来参观也好 还实习也好 我都非常欢迎 但是然后大家在这个创业比赛过程中间 或者真实创业过程中间 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也直接可以跟我联系 那这个微信号我也分享在这儿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跟我来直接沟通 呃 刘松波学长曾获得第四届互联网家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金奖 并在相关国际赛事中获奖 有兴趣会有疑问的同学可以向他提问 好的我们看到已经有同学提出了问题 我们想第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湘子民学长 想问一下准备的时候如何把握节奏呢 到哪个时间节点应该做到怎样的程度呢 呃 喂 听得见 听得见 哦 OK 这个问题 呃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个准备是指什么 是指个人还是指团队 呃 因为整个就是整个比赛的时间点 一般就是五月份 呃 开始报名吧 然后今年估计有点有点难吧 我觉得今年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那我们就以往年来来来举例的话 呃 一般都是四五月份开始团队的组件 然后进行报名 然后六月份 五六月份呢 是校赛 校赛 选拔出来十支队伍 呃 十几支 就几支到十几支队伍 然后选送试赛 呃 一般试赛是在六月到七月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时间点 然后试赛决出一二三等奖 然后一等奖中 再选送几个项目保送国赛 呃 国赛要到十月份了 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准备的话呢 那一般我推荐大家在四五月份 就反正呃 校赛你可以先报上 然后慢慢的就是在参加校赛 因为我们校赛有很多轮嘛 一轮一轮的比赛中 逐步的去组建好你的团队 当然如果你能够在报名校赛之前 就直接组建好的话 那也是很好的 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 你们磨合的能够越来越深 呃 磨合的就会越来越好了解 就会越来越深入 那么整个团队就会搭建的比较好 然后呃 如果是个人的话 那肯定就要先再早一步 去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比较好的团队 但其实也不用太早了 因为太早了 大家可能还没有这个想要组团队 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我推荐大家 基本上在就是可以开始报名的时候 就呃 作为个人的话 就去找一些好的团队 那么对于团队的领导者来说的话 就去找一些呃 优秀的同学 邀请他们加入你的团队 然后整个团队不停的去参加这个校赛的 一二三轮的这个选拔吧 然后慢慢的就去决出学校的一二三轮的奖 就是这一条 然后我最喜欢的东西